春风是古人较为重视的节气之一 许多春风习俗也因此流传至今 所谓一日之际在雨春 春天是一年的开始 也是在一年四季中占了重要的位置 春天的来临意味着寒冷的冬天终于离去 草坪上开始盛开着美丽的花朵 这个时候正是海南人思念故人祭祖的好日子了 也答谢祖先在过去一年的庇佑 春季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民俗活动 至今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以前人们都会使用非常隆重的仪式来进行此项祭祀活动的 那么你对春季有多了解呢 今天启航要带你们了解的是 为何我们的先辈会选择这个春天满花开的季节来缅怀祖先呢 春季之祖早在汉代就开始兴起 流传至今已有超过四百年的历史 春季其实就是在春天刚来到的时候 人们用隆重的仪式祭祀祖先 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那么根据中国里面有春夏秋冬嘛 四季嘛 通常是春季是开始一个春天 秋季是属于差不多是结束的一个中间点 海南人不但对传统有着顽固的执着 更注重祖先的崇拜 他们对于祖先的缅怀从不马虎 除了在清明节祭祖以外 海南人认为任何祭祀都是一种对仙祖庄严 并且虔诚的缅怀追思活动 正因为如此 每逢过节 大家都会在一起祭拜祖先 涌现出互帮互助的骨肉同胞之情 根据历史记载 海南人大批遗址 马来亚是在1926年至1930年 这是由于当时福建 广东两省政治的混乱 内战蔓延海南岛 导致人民生活不安定 所以年轻人多数投奔南洋各地 接着日本侵略中国 华南各省沦陷 为了生存 大家只好离乡背井纷纷逃命 就这样 先辈们冒着生命的危险 飘扬过海的到异乡谋生 海南人可以说是来马来亚的地区 是属于其他机关里面 应该是最后的一批人 那么后期进来的海南人 大部分是为洋人打工 还有自己做一些买卖咖啡 这些工作 由于身在异乡 海南人非常注重乡情 而连接他们彼此情感的 正是一个个分布在各地的海南会馆 雪龙海南会馆 又称为乐盛宁天后宫 是我国最大的海南会馆 也是全马海南人的龙头大哥 雪龙海南会馆 建立于1987年 它象征着中国古典建筑精神的艺术结晶 天后宫 不光可以让海南人寻找精神的慰藉 更为刚落脚的乡人提供暂时的栖身之所 并在就业方面给予帮助 除了众乡情之外 情简简约更是海南华侨的传统美德 特别是海南妇女在生活上向来非常节俭 每逢过节祭祖仇生时 她们都会亲自准备最有生意的传统海南菜肴 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饭团了 今天一大早就是孟玲姐已经请来做这个饭团 我想问一般上每一年的春季孟玲姐 就是海南妇女都会做这个供品吗 教我做一下 其实它最烤功夫是什么 那个饭要很烫的 对不对 所以要做这么大力的 因为海南人就是因为我知道一早 就是一般上要出去农作 然后出去打鱼 对不对 早上他们都会吃米饭 因为比较饱一点 对不对 我看你这有放水一样的 你看我粘到整个手都是 对 我是这边放点水它就不会粘 所以要放水了 它就不会粘 所以我想问一下以前海南妇女 会不会就是说早上做这些饭团 然后给这个丈夫出去 然后吃饱饱的 然后出去做工 对 有些他们下田 所以做好一粒粒饭团 就拿到田里面 在要吃饭的时候就马上吃 这样一粒粒拿出来吃 刚刚孟玲姐有跟我解释说 做这个鸡饭不只是要做的圆之外 然后其实整粒的这个米饭要结实 为什么呢 因为外形圆圆满满 但当中是结实的 就好像我们做人一样 我们就同一个种族的或同一族群的 就一定要团结一致 对 那就是一拿起来就散的话 那我们就表示我们不团结了 对啊 所以你看也表示了海南人来到南洋的这个地方 大家都是一条心 对 然后又很团结的 然后海南妇女就是很勤劳 好像孟玲姐你对不对 所以我们海南女人是最勤劳的 又漂亮 会不会唱一些海南歌来听一下 我是不会唱 你们会唱吗 唱一首短短的 孟玲姐害羞 海南妇女贤惠勤劳 有着极强的家庭观念 每天都把家里超齿的妥妥当当 她们的牺牲精神 是海南男人开拓创业 义无反顾走出家门的依赖以及支柱 孟玲姐一大清早起身准备祭祀的贡品 传承了中华民族孝敬的精神 如果用勤劳善良 任劳任怨来形容它 确实一点也不为过 每一粒的米饭都代表着海南人 对于祖先的深深崇拜 以及感恩的精神 你累不累 不累了 这么早起来还要准备这么多的贡品 不会了 今天算是少了 往年我准备很多 往年准备很多 嗯 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都能够记得我们这些 也有的这些文化 每年的春季 孟玲姐都一定心力轻微 非常虔诚的祭祖 从未错过 由此可见 海南妇女特别尊敬长辈 注重祖先灵魂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福德寺这里 那么现在呢 目前我们在等待呢 其他的这个海南会馆当中的一些 会员以及礼师来到这里的 大概待会的这个仪式呢 将会九点什么开始 那没有做这个春季的真正的仪式之前呢 首先会来到这里呢 就进行就拜会一下这里的这个土地公 那这个也是在礼仪上必定要做的事情 所谓入屋叫人入庙拜神 因此在开始扫墓祭祖之前呢 就必须先到庙里祭拜土地公以示尊敬 土地公是最基层的神明 也是坟墓的守护神 所以来到这里就必须向管区智慧一声 并答谢其看守守墓之辛劳 每年的这一天 水龙海南会馆的礼师们以及会员 都会前往总坟制祭 以体现海南人对先贤的崇敬 以及发扬圣宗追远的精神 水龙海南会馆总坟建于1899年 并在1967年重修 朱先生说 作为历代祖籍海南先贤之总坟 除了保佑后代海南子孙 也是为了让那些无后人祭祀的无主孤魂 仍然可以享春秋吉祀 朱先生我想问你一下 据说你们这个海南的这种坟 整个的风水也很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风水的格局是一个龟形的 一个局来的 那么也可以讲的灰色长寿 那么我们就希望海南人呢 就是有个棕林衣袖 全部都是很好的服务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印 这个印跟那个猪笔 这个就是文昌笔 那么给我们的子孙聪明做官 那么这个官印 那个卷呢 这个书卷 这是我们的书香之家 我们海南人有一种 一种好像说容量的精神 大家讲了 我们就骂了过你之后就没事 因为我们有这个风水的格局 海南人十分讲究总坟的设计 其前后左右的坟形结构 都按风水学进行布局以及考量 海南人呢 在进行这个春季的祭祀呢 其实非常用心的 那么主要呢 这个贡品呢 每一样东西呢 都有意思的 这些都是我们的先辈留下来的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可以看到 你们用的这五种的水果呢 其中包括了有香蕉 有梨 有苹果 有甘蔗 还有这个黄梨 那首先我们讲一下 用香蕉 为什么会用香蕉呢 这个香蕉 就是叫你的意思 香蕉的叫 叫你来 叫你来 就是说 第二个是梨 梨 你 你 哦 这个是苹果 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 平安安 其实呢 就是说可能在用回 这个海南话的这个谐音 对不对 那么在因为主要呢 春季呢 就是我们就是要 缅怀我们的祖先 那么要拜祭祖先嘛 所以就是要用香蕉 叫祖先就是你啦 来这里然后平平安安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 甘蔗和黄梨又是什么意思 这甘蔗呢 这是一个甜品来的 那么我们大家是可以在一起 那么这个黄梨呢 就是旺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椰子 是椰子 这个椰子呢 是我们必备之品 必备啊 为什么呢 我知道 因为海南岛有很多这个椰子树 它也是一个相称的海南 可是我们是要赢嘛 要赢哦 亚 我们海南话亚叫做赢 哦 这个我要带回家可以吗 可以 所以我就是要赢了 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呢 整个的这个贡品呢 其实它的这个意义 非常的深远的 你可以看得到 那谐音呢就表示呢 叫祖先过来 然后呢就是保佑我们的这个后辈呢 可以赢又可以旺 哇 这个意图非常的好 平平安 平安 对于海南人来说 祭祀祖先 杏药醇祭品要丰富 除了水果之外 传统糕点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每一种糕点的背后 都蕴藏着老祖先的故事 呈现了海南人的文化足迹 承载了百年的海南文化 来介绍一下有什么传统的糕点 我们的传统呢就是达达佬 还有我们的伊波 这个我也听过 这个其实海南人也非常有名的 因为在春季跟秋季 在春的时候 他们过年 他们做这个是一个喜庆 那么秋季呢 我们有做是要修成的时候 是 其实三角溜呢 为什么是三角形呢 其实它整个这个形状也是有意义的 那其实呢就是说 你可以冲破一切的这个万难 因为在我们人生当中呢 可能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困难嘛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的先辈呢 从这个中国来到我们南洋的时候 可能在这里扎根呢 面对许多的这些问题了 所以三角溜了也就是代表了 他们来这里扎根之后呢 可以就是 全部的这个困难都可以排除的 首先来解释一下 看我会不会 看我会不会 你来考一考我 葱就是代表了这个葱葱明明 是吗 海南人也一样的这个意思 一样 那这个是生菜 就生生蒙蒙了 对不对 那老实说这个我还是首次看的 我还以为就是海南人 我想来想进来做酿豆腐又不是我 因为 全部人在笑了 因为海南人也不是出名酿豆腐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茄子呢 我们在春节里面 这个是必备之培 因为春节都 在这个桌子上 有鱼加这一个茄子 九贵南 就是我们海南话来的 强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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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传言犯的时候 这个是不吃是拿来摆的 有钱人他就买一锣的 我们每一个人就买一堆的 所以这个茄子是一个象征 有了这个你一定强过人的 九贵南 我们海南人是九贵南的 我可以告诉你 做了这个春节之后 海南人是赢完鸟 因为他所拜的东西 告诉你都是强过人的 赢过人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有些人他是整罗 这样拿来拜祭的 跳过放在桌子上吃饭的 吃饭放在桌子上 他团圆嘛 他有买整罗 所以就不一定拿来吃 他就是放在那边而已 做个象征的 这样过后可以不可以拿来吃 可以 吃不了 还有 除此之外我也看到 就是我们有这个粽子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锅这个粽子 然后拜这个粽子呢 这个粽子也是可以讲 我们是传宗接代 那么在这里吃的时候 可以脱 那么就是 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 就要生鸡蛋这样 对 脱鸡蛋 所以其实也是寓意 就是我觉得意思特别的强 就是可以播种的意思 对不对 因为我们先辈来到这里 我们也是就是 凡年子弟 然后就是可以希望自己的子孙 可以就是到处都有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先辈呢 非常的用心 也看得出来他们的这个智慧 每一个的这些小细节呢 每一个的这习俗的这个举动呢 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意思的 了解过所有的共品之后 马上就要开始祭祀活动了 大家纷纷用花水清洗茶 这是因为海南人相信 花水能够去除煤气 而在四神祭祖之前 都要沐浴今生 以表示内心洁净虔诚 讲到水呢 在还没有 就是还没有进行整个仪式之前 我也看到很多人就是 会就是 怎么说 用这个花水来洗一洗 对不对 那又是什么一个意思呢 这个来讲呢 我们还没有带到我们的山头了 我们要有洁身 清洁我们的身体 清洁我们的手 才能摩拜我们的祖先 这个是一个尊重的意思 可能就是把之前的一些 污垢或者肮脏的东西 可以去除的 我们才想 表示以示尊重 根据祭祖祖坟的传统习俗 在击拜祖先之前 先得典香向后土神击拜 后土是管辖幽明地府 而人死后归婴寺并埋葬地 因此在祭祖之前 就得先进坟前所供奉的后土 接着来到整个村季最为关键的接水仪式 会长将会在总坟的高处倒水 进行象征水稻取成 万事顺意的仪式 倒水之意义象征子孙福意绵绵 海南人公道永垂不朽 流芳万古 就这样大家在小曲前等待水源流下 意味着海南传统文化的建设 西水长流 水倒下去不流肥仁田的 你这个水怎么你倒 它就是回流到它中间的 不会讲到你倒了多少 留在外面 那么这个水 它有一个好的就是这样 你倒了之后 你可以叫万古长青 你看你放一点水 这个岩式就变了 那我这样你看 它变式了 那又代表了什么呢 万古长青 万古长青啊 向祖宗行礼之后 就是燃放暴祖的仪式 据说 这是一种民族传统当中 驱走所有不好东西的做法之一 上等祭祖后 放鞭炮的目的 其实是要驱走其他的鬼魂 避免和祖先抢贡品 不但如此 浓浓的暴祖声 也意味着新的一年将会步步高升 生活富贵荣华 兵才两望 随着鞭炮声的响起 祭祖仪式也总算完成了 莫莉姐 刚才呢 刚才击败了之后 看到你们每个人手中都会握这个鸡蛋 然后要吃这个鸡蛋 那对海南人来说呢 为什么要吃这个红鸡蛋 通常是我们拜祭以后 我们就吃一粒鸡蛋 这个脱颗就是 脱胎换骨 换骨 换骨 所有的运气不好 全部 全部都走开 跟他重新做了 就跟他当客一样 就掉了 一年一度的祭祖活动 不但能够让大家缅怀祖先 激励后人 更难得的是 大家相聚在一块的时光 一起回首往事 展望未来 春季是海南人一份感人的传统人文景象 更是一场凝聚了浓郁相酬的家庭仪式 在海南人的脑海当中 无论人们的脚步走多远 团结的精神依然是最顽固的 而这一个流传多年的传统文化 更润滑着彼此之间的亲情 一般上在一些祭祀获得的拜祭活动上 你会发现到最终的目标 都是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比如说我们就是会祈求 在一年里边我们可以风调雨顺 或者是国泰民安 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到当中隐藏着了许多的小知识 这就是我们先被留给我们的智慧了 所以我们不只是应该尊重他们 我们更要珍惜他们留给我们的一切 远远留长不敢遗忘 会一盏灯留一寸根 启航在下个星期同一个时间再见 我是Desmond 郑威耀 我是Desmond 郑威耀 我是Desmond 郑威耀